三年前在花莲大清水隧道台铁泰鲁格号发生了出轨事故 这一状酿成49人罹难213人受伤 花莲地院最新判决出炉 被告李一祥也就是当时被指控在停工期间违法施工的包商 要对台铁连带付60%的赔偿责任 医院告主张各离难家属 说主张是属害 含医药费 伤葬费 抚养费 新神贵抚金 各别审卓认定之后 认为各离难家属所得请求的金额总计共1亿708万6692元 那经过与有过失之相折底算后 在扣除原告所做强制险给付利益 及旅客运送责任保险给付 认为原告可以请求理性被告的年代赔偿金额为2326万6692元 超过此部分的金额之请求则会无理由益于拨毁 华联地院指出被告包商李逸祥不仅违法施工 当时大货车故障熄火也没有通报台铁请求支援 在刑事方面涉及过失致死罪 被判了7年10个月有期徒刑 而民事部分要负责6成赔偿责任 台铁本身也有过失需承担40%的责任 有要跟49或商举道歉吗 检井调查李逸祥当时驾驶吊卡大货车 载着外籍移工前往现场施工 却在工地下坡左弯道无法启动 他没有请求专业拖吊车 反而自己拿环状布袋想办法 煤烧途中布袋破损脱落 货车下滑了15.7公尺 坠落在台铁北回县清水隧道北口东线的轨道上 短短几分钟就被台铁408车次太鲁格号撞上 这事故让多少家庭破碎 如今判决出炉 赔偿金额也曝光 全案还可上诉 TVBS新闻最后报道